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有关于函数连不连续的判断 那我告诉各位同学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分母不为零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么以这个题目来看 各位同学看到 这是一个分式的状况 底下是x加1 上面是x平方减1 那么如果说一般的同学都会很容易的 一看到好像是可以进行的是分解因式 上面是x加1乘上x减1 那么同学会想要 这个是不是要删掉 那么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不可以随便乱删 因为以函数而言 当x是负1的时候 他会让他分母为零 就是不可以 所以我们要判断的时候 要判断这个地方x是负1 不可以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假设同学消掉了以后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x减1 那么还要注解一下 x不等于负1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 x等于负1的时候是什么数字呢 它没有定义 没有定义 我们就不能够写 我把这个图形大概画一下 给同学看 这是x轴 这是y轴 那么我们的斜率 这个图形是y等于x减1 它的图形大约是这样子 那么这是y等于x减1 这是一条直线吗 不 它中间有一个问题 是当x是负1的时候 它没有定义 所以我们在x等于负1 这个点 我们要把它扣掉 这个地方是一条直线中 扣掉一点 所以我们在这一条直线上面 在哪一点不连续呢 在x等于负1的这一点 是不连续的 那么后边的题目 我们就会比较简单的去做 就是直接去检视分母就可以了 现在我来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一个分式 那么它要我们去找出 在哪一点是不连续的 那么这个题目 根据我们前面所教 各位同学的方法 我们需要检视分母的状况 来我们看看分母 如何分解音试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用到了 基础的叫做十字教程法 相乘是后面负3 相加是负2 于是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 x-3 还有一个x加1 那么这个函数 在当x等于多少的时候 会造就着一个分母为0的状况呢 那么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看出来 当x等于正3 x等于负1的时候 会让分母为0 所以我们在哪里不能连续呢 我们在 x等于3的时候 还有一个x等于负1的时候 是 它是不连续 因为这个两个点会造成分母为0 它也没有另外的定义 所以我们可以轻易地算出这个题目 那么我们现在来讨论的是 下一个问题 绝对值在分母的状况 题目问我们说 这个函数 在何处不连续 我们要知道 不连续 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分母不可以为0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 列出 它不可以为0 也就是说 绝对值x是不可以等于3的 那么我们发现 x的绝对值不等于3 那x是不可以等于哪些呢 那么不连续点 我们就立刻就可以算出来了 f在哪里 等于3的这一点 还有哪里 还有-3 这个两点是不连续的 那么记得各位同学 只要是分母不为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问我们说 这个函数 当x是多少的时候 会产生不连续的点 那么我们知道 函数抓不连续点 就是让分母为0 分母不可以为0的那些数字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会让x分母为0的数字是多少呢 我们分解一下 上面是x加3 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重点是在底下 这里x平方加上3x 我可以提出一个x 注意的是 我提出一个x的话呢 这里是绝对值 我们要确保它是正的 这边还是保存着绝对值的状况 这边就加x加3 好 现在不连续点在哪里呢 会让分母为0的数字 就是不连续点 那么f在哪里不连续 0 这个点 还有呢 -3这个点 也会造成了一个不连续的点 因为它没有定义 那么我们就利用一个很简单的 分母为0 造成的不连续点的这个原则 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问我们 在哪里不连续 那么 仔细检视一下这个函数的定义 这个函数是分段定义的 它分成了 等于负1的时候 它的值是6 不等于负1的时候 它的值是一个函数值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鉴别 在哪里连续还是不连续呢 那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里的话呢 基本上是 这个是连续函数 上面那个是连续函数 唯一有可能出问题的 就是在负1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我们用的是 解释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我们要检视 极限值 是否等于 函数值 那么什么是极限值呢 当x是负1的时候 也就是 limit x趋近负1 然后函数 这个函数 趋近负1 不能带这个下面这个 要带的是 不是负1的这个 那也就是 x平方减1 下面是x加1 那么函数值 就是等于负1的时候 它是几呢 是否是等于 f负1 也就是 这是几呢 这它说是6 那我看看 那我看看会不会相等 如果是相等 那么就连续 假设不相等 就是在x等于负1的那一点 不连续 好 我们看看 limit x趋近负1 底下是x加1 上面是x平方减1 我们可以利用的是 分解音式 底下是x加1 上面是x加1 乘上x减1 那么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当x趋近负1的时候 它并不是负1 所以这个是可以对销的 于是它的值是多少呢 我发现 是负2 这个地方是负2 有没有等于6呢 没有 所以 f在哪里是不连续呢 在x f在x等于负1这一点 它是不连续的 那么 我们这个题目 重点在于 检视 极限值 是否等于函数值 那么 这个观念 很重要 谢谢大家